咱们今天做一个素鸭 素鸭 对 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素菜 一点鸭肉都没有 都没有 那我们还因为它 虫菜的口感呢 是比较香酥的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 另外一个名字 叫芝麻酥鸭 酥 对 酥酥的这个素菜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什么食材 那咱们的食材呢 就是竹蒜 胡萝卜 香菇 然后还有杏鲍菇 好嘞 这样子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来处理一下我们的香菇 香菇 香菇呢 我们去掉地板以后呢 切成丝 丝 那这个香菇呢 我们要选用干香菇 干香菇 对 鲜香菇呢 一个它的口感呢 不会像干香菇这么韧 有弹性 那 第二个呢 它的香味呢 也不像我们这干香菇 有那么浓郁的香菇味道 那因为这个 素鸭呀 它没有这个动物性的原料 对 所以说香菇的香味就很重要了 明白了 对 所以我们要选用干香菇 干香菇 就今天我们的菜应该是可以把一个素菜 做出那种鸭肉的口感感觉 嗯 而且它特别的香酥 好 或者大家看看 说的我们都泡沫鸡蛋了 对 好 那香菇呢 切好放到一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胡萝卜 胡萝卜呢 也是给它切成丝 也要切成丝 不要切的太细啊 像我们炒土豆丝那样 切的那么细 没有必要 嗯 稍微粗一点 差不多 呃 两毫米左右粗细 就可以 就OK了 好嘞 然后呢 是杏包菇 杏包菇 那杏包菇呢 在这里面呢 也是提供一个弹性 和口感的一个食材啊 也同样 也是两毫米左右粗细 明白了 今天我们用的 基本上所有的食材 都是一个成丝状的 对 嗯 然后呢 就是呃 长度呢 大约都是在5厘米左右 好 OK 杏包菇 杏包菇 嗯 然后呢 就是竹笋 竹笋 啊 竹笋呢 我们采用的是冬笋啊 嗯 那今天呢 我用到的是罐头冬笋 竹笋呢 也是切两毫米左右粗细 5厘米左右长的丝 丝 好 呃 我们改造的工作 就完成了啊 嗯 那其实呢 我们所有的丝啊 都是 作为一个线心来用的啊 线的线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炒至成熟一下 明白了 呃 炒至之前呢 嗯 因为我们今天选择的呢 是呃 罐头笋 是 我们要把它先焯一下水 然后呢 香菇 胡萝卜一起焯 我们今天的食材是可以同时来下锅 可以同时下锅 嗯 嗯 到最后呢 还是要 呃 炒在一起的 明白了 炒在一起的 好嘞 那焯水的时候呢 嗯 这个竹笋 香菇 可以先下锅啊 然后胡萝卜呢 嗯 后下锅 最后下锅 嗯 杏毛菇呢 嗯 是不需要焯水的 哦 它是直接炒至就行 是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鲜蘑菇啊 嗯 鲜蘑菇呢 它的吸水率特别的高 你如果让它吸足了水 那我们吃呃 最后炒出来这个馅料呢 就会过多的水分 明白了 它会把我们的味道呢 给冲淡 冲淡 而且很寡淡 是吧 那我们把这些其他的食材 炒一下水就可以了 好嘞 好了 那水开以后呢 把胡萝卜放下来 胡萝卜放下来 对 其实呢 我们这些呃馅料呢 每种一点 它做起来以后呢 哎 集合起来就很多了啊 是 所以说在家里做的时候呢 不要想我一下子炒 一整个的 或者一整个的煮 所有都给它炒掉 不可能啊 它太大了啊 那我们这个焯水 开起来以后呢 胡萝卜有点成熟了 我把它捞起来 空空水 好嘞 捞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焯水的温度到结束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炒制了 好嘞 来 那我们锅预热一下 然后嘛 给它加点油 这个油的量呢 稍微大一点啊 因为这所有的食材都是素的 没有脂肪啊 我们要给它 补充上足够的脂肪 好嘞 首先下锅呢 是葱姜 我们先切这个 葱酸 葱姜下锅以后呢 紧接着就是杏鲍菇 嗯 我们这杏鲍菇的这个酥呢 炒软了以后 我们刚才的这些 超过水的 竹笋啊 胡萝卜啊 就可以放下来了 好嘞 我们每一种就切了一点啊 你看 这么多的 已经够多了 是 所以说呢 您的牙齿的时候 这个量要掌握好 掌握好量 好嘞 好了 那下锅以后呢 我们开始把火关小 换到内环火 内环火 开始给它调味 调味了 来 调味呢 第一味料就是酱油 酱油 对 酱油呢 给它略微带点酱油颜色就可以 嗯 好 然后呢 给它炒炒香 嗯 然后呢 就是料酒 料酒 蚝油 蚝油的量呢 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 今天我没什么 会用到蚝油这个调料 因为它这些素的食材呀 它的鲜味都不够 不够 好嘞 好 那我们给它调点盐和糖 这个味道呢 给它补足 好的 盐呢 差不多有10克 嗯 糖呢 稍微多一点 15克 嗯 好 好 炒匀 来点水 OK 可以了 那这个水啊 嗯 就是要让它一个 把这个调味料融开 是 第二个呢 我们一会儿要勾一点芡汁 哦 哎 裹起来 明白了 最后还有个勾芡的过程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馅料啊 嗯 好嘞 让它烧一烧 让它入味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准备水淀粉了 水淀粉 打一点水淀粉 水淀粉下来以后呢 赶紧搅拌 把它拌匀 哇 感觉这个水淀粉 让它们紧紧的这个 粘在一起啊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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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呢 它就把味道呢 嗯 都裹在这些 馅料上了 好的 来 出锅 先把它出锅 来备用 把我们油度平准 准备好以后呢 我要给它 先给它在上面 抹一点面糊 是 啊 面糊呢 很简单 就是水和面的 一种混合就可以 嗯 然后呢 把它整个的抹匀 要抹匀了 对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浇水 是 为什么叫素鸭呢 嗯 它要把这些食材啊 包括这些 呃 油豆皮啊 粘合起来 明白 有点像我们做春卷的感觉 哎 类似 类似 是吧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做大 嗯 做的一整张那么大 是 啊 但是我们在家呢 还是把它做的小型一点 好嘞 好 那下一步呢 就是开始往里酿入这个 咱们 炒好的馅 炒好的馅了啊 好嘞 把这个丝呢 给它顺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一边留两厘米左右啊 每边都留两厘米左右的 好 一定要留有余地 对 那 然后呢 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 先打过来 嗯 看到吗 把这 然后呢 再折边 哦 先叠一下 然后再折边 再折边 然后呢 再 看啊 然后呢 用中指压住这个边 然后呢 拇指 实质把整个的卷 卷起来 对 好嘞 看到吗 对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在下面 再给它 再抹匀 抹匀 嗯 每一个缝隙里面 都抹上面糊 好 然后呢 把多余的边缘 给它裁起 切掉 对 好嘞 好了 那我们一个素鸭呢 这样就做成了啊 好 我们先把它准备好 我们其他的一块包出来 这个素鸭包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煎的一个工作了啊 为什么叫芝麻酥鸭呢 哎 那这个酥呢 是因为芝麻的这个酥啊 而且我们这个表皮呢 也是酥的啊 那我们在裹芝麻之前呢 这个表面上呢 要裹一点面糊 这个呢 呃 您可以两边粘一下啊 嗯 然后呢 和其他的 哎 一拖一送啊 然后呢 基本上呢 表面上能粘了均匀的面糊 然后把它放到芝麻上 粘匀了以后呢 哎 把这个芝麻呢 给它压压紧 嗯 那我们锅里呢 要放点油 嗯 首先呢 要知道啊 大家要热锅冷油啊 热锅粮油 对 那把锅呢 先润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把它热锅冷油呢 摆到锅里来 哇 那当这一面定型煎完了以后呢 哎 我们再去翻转啊 好 要着急 油温我们怎么来控制高水 油温一般在五六层热就可以了 五六层热是ok 啊 其实我们这个煎制 主要是来把这个壳给煎 酥的就ok了 是吧 它里面的馅呢 都是熟的啊 好了 那我们热锅一定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铲子放到下面来 把它吊转过来 翻转一下 看看 哇 你看 是不是 就成金黄色的 金黄的啊 金灿灿的 是 这个时候呢 火力一定要掌握好 不要太大啊 一般呢 中小火就可以啊 中小火 慢慢的煎 芝麻的添加呢 会让它特别的香口 嗯 那两面都煎好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测冷啊 也要再给它一点加热的时间 好 要炸的这个酥的程度呢 均匀一些 要面面俱到 是 好了 那我们所有的面都给它煎好以后呢 就可以捞起来控油了 好 来 出锅 这还煎到嘴里就闻到很香的这种芝麻的味道了啊 是 很香 吃着跟那个 就给外边买的那个鸭的那个 差不多 嗯 确实好吃 而且还美味 还美味是吧 嗯 这么有吃鸭肉的那种感觉 很好 它里边呢 外边呢 是一个酥脆的表皮 是 而且呢 特别的香 因为有芝麻嘛 嗯 然后里边呢 它炒的馅料呢 都特别的鲜嫩 加上香菇的口感 真和吃肉差不多 如果呢 你也是一个喜欢下厨的做美食的达人 或者说你苦于不知道怎么做美食方法很简单 记得每天网上收看我们的宝贝熟邦就OK了 今天这个酥脚肉相当成功 对不对 酥脆的感觉 但是却吹出了肉的感觉 相当的美味是吧 你看宝贝的点评是最赞的啊 谢谢 好 我们的一会儿继续为您美味奉上 这样我们这道用虎啤 值得病人 希望 Kai nurse 德晋 问分享 你 突然数个人 profund opening 点 sentiment 灯 我 试 您家的宝贝 露一声